字幕提供 今夜廣場哲學有計談,我是節目主持人關浩荃 我們之前講過自由有哪幾種 甚至也講過哲學和自由之間的關係 但沒有很詳細地講過自由有什麼價值 甚至有什麼界限 今集自由價更高,我們就跟大家講講這兩樣東西 其實我首先介紹一下我們幾位都很追求自由的主持 你看到很奔放的就是我們的大師兄 趁你認識的 Woger 還有這邊是更奔放的就是朱文 見我吃到這樣都知道 就是燒賣顏色上身的 這是燒賣的皮 但餡料好像露出來了 還有那邊,你只看頭髮髮型就知道很追求自由 我的頭髮都很追求自由 他不肯受我限制 我們今天講自由主要講過兩大部分 一開始就講一下自由到底有什麼價值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說要追求自由 但其實如果自由沒有價值的話 似乎我們不值得追求它 如果自由甚至反過來帶一些不好的東西給我們 我們應該拒絕它 所以似乎自由就是有某些價值 所以我們才值得追求 我們就會講一下自由的價值 第二件事就是 好,自由有價值 但是不是沒有邊界的 是否只要我們說自由是有某一種價值呢 就可以讓我們隨意運用 似乎自由應該要有某些邊界 那邊界怎麼畫界呢 有什麼準則呢 我們之後的部分就會講這兩件事 我們首先講到自由有什麼價值 我們就首先請好追求自由的諸蜜 講一下有什麼價值呢 我對自由的追求都是受到這個 John Stoke-Mill 這個麥爾這位英國哲學家的啟發 他說自由就一定說到他 不是說你嗎 不要找我和他比 Mill真的太厲害了 我們先開鏡前 這本書是Wodger的 其實說Mill的影響力很厲害 這麼短的著作 對後世的影響很大 這本書是兩本書 《Amivity 》和《Youty Taricum》 但是兩本 一本就是政治哲學的經典之餘 經典的學術上影響力很大 但同時它有實際上的影響 基本上我們很多時候 如果說我在家裡吃煙 你為什麼要拉我去坐牢 就算你為我健康著想都不行 我們通常會加一句 不關你的事 我只是做自己的事 買在自己的家裡 其實我們已經在用他的一些理論 然後我們很多時候說 你應該做些什麼 不應該做些什麼 看看那樣東西是否令到大家都開心 大概就是他在另一本書 《Youty Taricum》裡面寫的 所以Mill說了兩件事 最重要是開心 不關你的事 沒錯 總結 而他用這一本書的尺寸 就已經夾了兩本書 他的偉大 就是在於我們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就可以看到很重要的東西 那我比較厲害 我兩句說話 那你說一下 其實我覺得Mill這個例子 很顯示到 人們經常說自學家沒有用 他的想法只不過是象牙 或者探一般學者去想 但是其實他的一些自學理論 就像Roger說的 就是慢慢內化了 成為我們的常識 那我就講一下他 《On Liberty》裡面 講自由的價值 其實之前也講過少少的 在我們某些集數 我們今集就再詳細說 其實他提出好幾個理由 我自己覺得 第一個理由 我覺得是很簡單的 就是他很承認人是有多元的 他覺得是一個描述 大家都說有目共睹 就是這裡在座那麼多位 就是氣性都很不同 就是簡單來說 那隻癌癌慘慘 但外面的人 不是整齊 我們是同一種方法 這樣癌慘的 外面的人 就是差那隻 他看不出來 其實這裡是三天八角 就是三天八角 就是社會裡面不同的人 是很不同的 這個這樣的事實底下 最自然的做法就是 容許各自不同的人 去選擇他的生活方式 或者去發表他心目中的想法 所以這個是他其中一個最原初的一個起點 我自己覺得 就是他發現人不是單一 人是多元 那既然人是多元 那就應該給他有自由的空間去發展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可能有人會問 尤其可能是啟蒙前的那些中世紀社會 他可能說 是的 就算人是多元也好 但是會不會有一個終極的答案呢 關於人生 就算我們硬硬硬硬也好 但是其實對所有不同的人來講 幸福的人生的答案都是只有一個 都是想贏的 就是香港或者賺錢的 我不管你有多元 幸福人生都是一個終極的答案 可能以前就是 成為一個更好的教徒 然後死後就上天堂 他說你人生最重要就是要服侍你的上帝 那Mill呢 我覺得他有一個挺有趣的想法 在這裡 他未必會反對有一個單一的答案 可能是這樣的 他容許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我覺得他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疑問 就是我們覺得人生 幸福的人生是 就是講內容 講你做些什麼 就是可能中世紀社會 就是講你是不是回教會 可能香港社會就看你是不是賺錢 但是Mill呢 的講法是 不只是what的問題 不只是內容的問題 是how的問題 就是你是不是一個幸福的人生 不只是看你做什麼 用回他自己的條例 那個manner 就是你怎樣做那件事 究竟你是因為教會逼你回教會 或者一個國家逼你回教會而回 或者你心願成福自由地選擇這件事 做那件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的就是 當我們不同的人現在可能有不同 對幸福人生的想像 可能你會覺得做一個運動員 是很有價值的 或者做一個藝術家很有價值 但是你想想 如果那個運動員 或者一個藝術家 是被迫做運動員 或者做藝術家 你會覺得他人生的價值 瞬間是少了很多 甚至沒有 我猜Mill就是掌握到我們這個直覺 就是告訴我們 其實要獲得一個幸福的人生 不只是看你做什麼 而是看你是否自由地選擇那件事 這個你認同是很重要的 所以Mill第二個 支持自由的理由就是 這個是一個必需的條件 對於我們獲得幸福人生 就是我們要自由地選擇 可否討論一點點 我不太完全明白的 就是他指出了 我沒有自由 我們好像幸福人生少了 但自我格制的意下是 源於它可以 控制我們幸福人生的一個重要部分 我自己的理解是這樣 所以有自由是重要的 因為自由是使得我們有幸福人生 差不多是一個必需條件 對 就是我剛才的例子 就是任你想像任何一種 你覺得有價值的人生 但你加多一個改變 就是它被迫的 你會覺得它馬上不幸福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受了它的影響 所以我的直覺是這樣 我猜大部分人現在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我原本就是在想 其實我作為一個哲學問題 所以我們知道原來自由可以使得我們幸福低 但只有自由正 所以自由就令到我們可以有幸福 但也好像沒有回答到那個項目問題 但自由為何會正 它正在哪裡使得我們可以有幸福 好像不是一個解釋 就是你覺得可以再問一步 為什麼我們覺得幸福是必須預設了自由 我猜可能就要再問一些 去牽涉到其他作家對人的一些基本的想法 就是如果是被迫 就是之前可能Roger也有類似的說法 就是人是人 就是人是有些特性的 所以你一定要滿足到某些特性 你才會是做一個好的人 所以我猜要問到這個位置 就要回到那些說人是甚麼的部分 還有這個問題 可能再退後一步來澄清一下純粹 就是有些人會覺得 你是不是過一個幸福人生 是不需要和自由拉上任何關係的 尤其是以前 如果當然 這個就正是Mail針對那些 有些人因為可以認為 有一個單一的理想人生的標準 所有人都應該跟著的 所有人都應該嘗試去實現它 但是即使如果你不想 那怎麼辦 譬如你做一個好的侍奉神的人 但我不喜歡信教 在那些人的信徒心目中 就是你錯了 那你不幸福 當你所謂很自由自在地去過你想過的生活 但是你過的那種生活 如果我們一對比 他們心目中認為 那個單一的絕對的幸福人生的標準 原來不吻合的 或者甚至有抵觸的 你這麼墮落的 即是那些你很自由 越自由就越墮落 所以有一段很長時期 是否剛才說我們很追求 不要提 很多人看不起我們就是因為這樣 墮落的點法 所以我猜嚴俊的問題 其實在這裏 你可以看這兩種對於自由的 對於幸福人生的重要性 的位置 有些覺得是必要 某個意義來說 當然怎樣是必要的 你還可以看 就是幸福一定要包含它 一定是純粹它 你得到一個幸福人生 需要的一個工具 還是怎樣 即是可以很複雜的 其實 但是另一個就是 就是完全會覺得自由 不需要出現在一個 理想幸福人生的圖片裏面 甚至有抵觸的 有時是 你太自由了 那些人就不幸福了 因為他太自把自為 會被欲望置賠 很多時候 因為自由 通常就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我們想 他就會順應了自己的欲望 雖然這個未必是必然可以爭 但我有一個小釐清 就是 因為剛才好像在爭取 就是人人有些不同的 有個單一標準 於是你要被人去做 就未必是幸福 即是我覺得 就是兩個問題 即是 因為究竟 就算有代表準也好 你仍然有代表準 就是你要自由選擇 才是自由的 於是 剛才你說的第二個理由 似乎就跟 有沒有多元的代表準 是兩個問題 就算有代表準也好 似乎我們都預設了 要有幸福人生 無論是單一或多元的一個答案 都似乎我們自由的選擇是重要 靠上我們幸福人生 要求必須條件 我覺得這個 就是Miu的點 就是就算是這樣 就算 中世紀社會 對幸福人生的理解正確 就是人生 幸福的人生只有一個答案 就是要服侍上帝 就算是這樣也好 我們似乎都覺得 一個自由地選擇 去服侍上帝的人 是比一個被迫 去服侍上帝的人 而嚴肅剛才問的問題 就是問 為什麼呢 好像只是說直覺 我猜這個位置 就有回到對人的觀察 因為人本身本來就是有這個能力 那你沒有理由一個 為何我們覺得自由地選擇 服侍上帝的人 幸福一點 因為他發展了人本來的一些基本能力 甚至有些作家會拿這個來區分 人和其他東西 就是人和其他最大的分別 就是他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猜Miu是執著這一點 再採取 所以如果再釐清一點 我覺得Miu會覺得 自由是幸福人生的必要條件 所以不一定好像是充分條件 因為Exactly就是Woger說的問題 因為你可能選擇一些壞的 例如我們這樣 可能選了讀哲學 那就很墮落 真的讀哲學很墮落 所以自由就不一定是帶來幸福人生 但是Miu很強調 但自由是必要 無論幸福人生是單一答案 還是多元答案 自由都是一個必要條件 我是這樣理解Miu的第二個理由 因為我想其實有一種反駁就是 那些行為本身已經是好的 所以我不管你是否自己 心悅成福地去做 我總之做了就是好 但似乎Miu的說法就不是 我想這個呼應到我們一種直覺 就是我們真的要覺得 即使那種活動是很好的 但都要你真心地去做 你這個才是真正令你幸福快樂的一種 雖然很多家長就不同意 不同意 即是學琴是好的 那我不管你是自由選 你懂得彈琴本身有價值 你懂得計算 參加奧數本身有價值 不用想那個模式 用Miu的詞 不用想那個小孩是怎樣進行那些活動 他爸爸也是這樣照顧他 那個活動本身有價值就可以了 不用理你的方式 但Miu就是不同意 我想順著諸文的例子 就是反過來你從小孩的角度想 當然不是 我要自己真的喜歡學這件事 這樣才有意思 對我來說 否則你強行逼我 我也不會喜歡 我想我們今節說了兩個自由的價值何在 我們下一次繼續回來 繼續跟大家講解自由 還有沒有其他的價值呢 就是這樣 第二至自由有解傾 我們回來繼續講解自由 到底還有沒有其他的價值 那就給予自由文仔 講解自由有什麼價值 自由文仔 自由文仔 我講完Miu最後其中一個 講自由價值 必須提到一個很有名的概念 英文叫做 中文如何叫做 生活的實驗 類似是這樣的 它的想法是順應著我們剛才的討論 我覺得可以 就是我們剛才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究竟幸福的人生是什麼 什麼good life 究竟是有單一的理解 還是很diverse的 很pulist的 這個很明顯就是一個傳統很久以來 蘇格拉底可能已經在問的一個自學問題 我們可以後似一步 就是問我們怎樣接觸這個問題 是不是我們幾個讀自學的人坐著想 就可以想到什麼叫做good life 其實Miu有一個很強的自然主義的傾向 或者很重視經驗的 就是他很反對那種坐著想什麼叫做good life 雖然他自己是一個自學家 但是他是有種反對直覺主義的 因為當時的人可能就會覺得有些直覺 就可以拿來做倫理學 建立一套價值理論 你知道他同時來一個身份是一個效益主義者 所以他通常會做一些很progressive的主張 例如女性投票權 但是那些人可能當時的直覺就是覺得 蛤?女人沒有理由有資格投票的 你應該留在家裏做家務的 他當時的直覺 所以他就很反感的 對這些直覺主義者 就覺得判斷什麼對什麼錯 什麼幸福人生 純粹說直覺就可以了 他很反對這件事 所以反過來說 他那套方法學 那個methodology 就很重視經驗 所以他在這個角度 就提出了experiment in living 這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要知道什麼叫good life 什麼是對人最好的生活 或者對整個社會最好的設定 是要試的 他的意思是 你要給一個自由的空間 試一下不同的生活模式 那你試一下試一下 我們才知道哪一種 是對人最好 或者對整個社會最好 用一個比喻就是 有點像說 為什麼要有市場自由這樣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 政府統一只出這隻酒 才算 或者出這隻食品 才算 是因為這樣 可能有人不適合喝的 那個市場也不會進步 那些酒 你永遠只出那一種 所以就有些像 我們可以有個市場 通常都難喝 對 因為不用進步 你只有一種 你不用撞 不用競爭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有點像不同的生活樣式 然後在這個所謂社會裏面做實驗 不斷撞撞撞撞 看看會不會有些新的理論出來 個人來說 又找到最適合你的生活 所以這個角度 他提出了Experimental Living 最後一個項目 我好像講了太久 我講完最後一個項目 就是他自己的生活也有些相似 有些哲學家後來 我們的生活也相似 我們做了實驗 是啊 他也是這樣 因為如果大家知道他的家教是很瘋狂的 因為他爸爸是跟Bantham 另一位效益主義者很熟 所以有些作家會認為 他爸爸是用了Bantham 對理想人生Good Life的理論 就是丟到他兒子裡 他的兒子就是Mil 就是一個試驗品 是當一個天才去培養的 就是Bantham那套理想人生的試驗品 但是Mil去到人生某個階段 是經歷了一個嚴重的瘋狂的 我就發現Bantham那套如果是可以的 我沒有理由會不開心的 他在反省這件事 然後就去看看藝術 看詩 他後來經歷過很長的掙扎 就是修正Bantham那套的感覺 他覺得Good Life 但是最後他都覺得不行 所以就完全放棄了 就提出了 之前可能有提過 就是他覺得有些壓力是有分高低的 所以他對理想人生的感覺是這樣 其中一個Motivation是 源於他自己個人的實驗 當然這樣行不行就可以再討論 但他的大部分是 我們想什麼是Good Life 不是只想 你一定要試 如果那個社會不自由的話 只有一種 只有一種商品 那麼社會也不知道 什麼是一個更好的理論 對人來說 你都選不到 這個是所謂Experiment in this thing 一個大的upshot 而且很瘋狂的 真的 他爸爸當他是天才去培養 那他真是成功 重點是他失敗了 就算選錯了 那麼他成功 什麼五歲學希列文 九歲學拉丁文 同學代數 你九歲做什麼 小學就跟別人打筆戰 對 很厲害 然後 我都打不戰 我都打不戰 真的不戰 但他沒有這些機會 他根本沒有朋友 你想想五歲學希列文 哪有朋友 那些不重要 他會讀文學 很classical 但不會讀詩 所以他感性方面 情感方面的發展 是近乎零的 就是在教育下 他不上學了 他自己教 所以他剛才專門也提到 後來 不是先說 情緒崩潰 所以為什麼後來 有種想法 就是要打破權威的宰制 寫On Liberty這本書 有很多關係 這個補充 剛才專門一點 我覺得很有趣 Mill這個人 另外 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關於 之前提到 我們對自由的理解 其實都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Mill當然是一種 而對自由怎樣理解很多時候 或者價值是些什麼 從而 跟對人是些什麼 那個理解有關 這裏我想對比一個人 譬如有一個叫康德 我們講自由 當然康德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自由家 很強調自由的 但是康德講自由 和Mill講自由就很不一樣 他講道德都很不一樣 兩個 康德會集中 你可以說 在某個意思之下 再傳統一些 就是他將 有一個所謂自由主義的傳統裡面 他們覺得 人為什麼需要有自由 或者為什麼自由對人這麼重要呢 是因為人是理性 基本上最重要 最核心的特性 所以理性是一個什麼能力呢 除了了解認知這個世界 就是做決定 幫自己做一個正確決定 合理決定的能力 然後你去控制 決定自己人的不同的部分 情感 慾望等等 當你能夠將 人是一種很複雜的存在者 他是一個理性的行動者 但他不是完美的 即是不是完美的 即是人除了他的理性 會告訴你 做什麼正確 即是我很喜歡吃薯片 我知道再吃後龍湯 不應該吃 理性會做判斷 但很可惜人是同時有很多慾望 你之所以吃到現在失聲 就是因為你慾望太強 不管理性的指導 有些人有很多這些衝突 康德講自由的東西 針對就是說 不只是人家 逼你做一些這麼簡單 你就不自由 他覺得如果你給你自己的慾望 給你的情感 即是非理性的部分控制 都不自由 因為人最重要 最核心的真我 所謂的authentic self 人有很多面向 但最重要的是理性那一部 所以只有當你的理性 控制其他部分 理性作為你行動 或者人生的終極指標 這樣的時候 才算是自由 他這種叫做自主 autonomy 即是自由 freedom in the sense of autonomy 我們說 所以有時 當我們很自由去做一些事情 可能出現什麼情況呢 就是和我們慾望很矛盾 我們可能很痛苦含著淚水 很自由地去做一些事情 就不一定是自由自在 這是一個想法 而且講自由 當他連繫到理性說的時候 應該是人人一樣的 所以每一個人如果合理的話 他的理性發揮作用 正確地 應該每個人的決定都一樣的 在某個情況做些什麼 追求些什麼人生等等 都應該在類似情況 會做相同的事情 就像計數一樣 就像計數一樣 即是你計數你沒辦法 我計一計都是二 你計一計都是三 那你錯了 即是有一個普遍的答案 即是沒有說什麼 北國的計法 還是旺國的計法 一格就是二的 Mill很不同 即他對人性的看法很不同 他就不太著重理性 因為一方面 就是跟他的經歷有關 他父親就是很著重理性 那方面的培訓 讀科學讀數學 讀到他自己瘋了 所以他覺得人 他比較經驗主義一些 看回自己實際上 作為一個人很具體 他的很多慾望 很多需求 其實人人都 你一這樣看 現實世界 人人都不同的部分 就會突顯出來 只是理性 當然是人的其中一個面向 但他只是其中一個 甚至未必一定要是最重要的那個 所以對他來說 那個自由 就是要能夠發展一個人 作為一個整體的人 他有各種不同的面向能力 都要有機會去發展出來 而這樣的需要 每一個人都有 因為人都不同 很難說有一個 好像理性 是一樣東西 人人一樣 找一個標準 但如果你各人的其性 傾向不同的時候 就有分別 所以最重要 就是容許他有空間 去將自己心目中 那種理想的人生 或者自己自知 自己有的那種能力 表現出來 所以他的自由 就是這樣理解 跟康德很不同 所以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似乎Mill覺得自由的價值 在於什麼呢 就是在於可以作為一個條件 去讓我們追求一些美好的生活 但是康德的想法 就是在於自由的價值 就是可以幫我們體驗到 人之為人最應該體現出來的一些步伐 所以這樣去說自由有什麼價值 但是我相信還有另外一些傳統 其實可以說到自由 還有沒有另外的一些價值 我跟康德有點相似 譬如後來有20世紀 最主要是一個歐陸哲學傳統 他會說的 其實都是很著重說 其實好像康德的嚴謀性 就是理解什麼叫人 就是我們叫做一個哲學人類學的探究 用哲學的角度來講 人之為人的核心在哪裡 康德當然覺得人的核心是一個理性的主體 就是Rational Agent 所以為什麼自由的價值呢 在這個角度來講 就是因為如果自由 如果人共生就是Rational Agent 最核心的部分 自然如果Rational Agent 那部分可以主宰了我的行動的話 自然我是體驗到人之為人的價值 因為我人的核心 於是在這個角度來講 自然跟米爾很不同 在這個角度來講 後來講的二十世紀二行 有一個叫歐陸哲學的傳統 它有一點像康德的嚴謀性 但當然很不同 出來的形態 都是想說 其實人貿易之上是自由的 核心來講就是人是自由 但它不是說人是理性 這個就很不同 二十世紀的歐陸哲學傳統 它很強調是人和物的區分 可以這樣說 人不是人的區分 最主要是物 人的特點就是我總是可以為自己下決定 譬如沙特這樣說 人總是自由的 譬如舉個例子 我當然可以去決定自己未來想是怎樣 不是怎樣 如果我現在不喜歡自己 現在這一刻的一些元素 我可以努力去弄走它 但是物是沒有這個空間的 物在一個角度 如果它是這樣 就是這樣了 可以讓其他東西改變它 可以不怪你撞到它 弄爛它 打爛它 它不會有一個未來 選擇自己 我不想成為一個正分的桌子 我會變成三角形 它是沒有這個空間 它是沒有意識的 沒有決定的 我們可以換一張桌子 像這個一樣 上櫃不是這張 但是那張桌子 不能選擇自己成為另一個人 是我們選擇的 它是我們 用回它的術語就是 它不能在未來做project自己 而人是不同的 人是可以project自己 決定我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我現在是怎樣 可以radically選擇 一個跟自己現在完全不同的人生 去改變自己的嘗試 起碼是 從這角度來講 人跟物是很不同的 而它是叫做人的自由 人本質上存在上面 是一個有自由的存在者 而物是沒有的 甚至不可以說有自由 有好像可以沒有 是其中一個特性 對沙特尼來說 對 人就是等同於自由 所謂本體 它存在的結構 就是作為一個自由的存在者 而存在感 這種規定其實不是 就是沙特特尼特別 很明顯地說 但是在一個傳統裡面都見到 譬如是凱德格 很多的自由家 都會無諾堂提供 都會說類似 按照傳統說下去 都會說到人跟物的分別 而自由是人 之為人是一個很主要的特性 所以在這個角度來講 自由的價值是怎樣體現呢 雖然不是說理性 他們覺得人的自由 是可以選擇自己 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可以投射自己在未來裡面 但是 這個都是人之為人的核心 和物資不同的地方 所以在這個角度來講 可以說自由的價值 會更加體現到 人之為人的那種尊嚴 人是甚麼一回事 我最能體現到人的那樣 在這個角度來講 會在似康德 但就不似康德 因為他不是強調理性的 似康德 所以我想我們這次 其實就講了三種 主要三種 對於自由的價值的看法 一種就是康德式的 就是覺得自由 甚麼為之自由 就是可以體現到我們的理性 這樣才是人最應該展現出來的一個模樣 但還有一種就是講我們 人其實本來就是自由 所以我做一個自由的人 其實就是做一個人 這樣才能夠表達到我們人之為人 還有一種就是 剛剛我們講了很久的 就是米爾的那一種 我們下一次就講一下自由的界限 第三節《自由有計談》 剛剛就講了很多自由不同的價值 但是既然自由這麼有價值 是不是就代表等於我們可以毫無節制 毫無限制地展現我們的自由 追求我們的自由呢 當然阿之外家似乎不會這樣想 所以就來到我們今節想討論的問題 就是到底自由的界限在哪裏 如果我們說自由不是沒有限制的 那那個限制我們應該怎樣劃分呢 怎樣區分呢 有甚麼準則去幫我們判斷那個界限在哪裏呢 那我又給你 你沒有甚麼限制的 但我給你一個時間 你講一下 消買節制 沒甚麼節制 沒甚麼限制 你說一下 我猜我們這個討論開始就嘗試收窄一點 因為你自由很多種的 你有行動自由 剛才就是生活選擇的自由 然後可能是宗教自由 政治自由 可能集中少少說言論自由 亦都是承接我們上一季最後一集的一個未完的討論 因為只是輕輕地帶過 就是帶過少許的想法 我們不如現在先看一張圖 這張圖是一個很有名的標誌 亦都是On Liberty裏面的MU的說法 我不讀英文了 難聽 我直接說 我想說了很多年 幸好你都知道 那免得獻醜 所以大約說核心 就是他覺得何時可以限制自由呢 你會看到開始是the only purpose 就是只有一個 這是中文來的嗎 只有一個目的呢 是可以合法地合理地去加諸在人身上的 限制那個人的自由 就是呢 是prevent harm to others 就是阻止一些對其他人的傷害 而後面那個也很重要的 他自己的幸福或者他自己的好處 無論是物理上面還是道德上面 都不是一個充足的保證 後面那個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是推翻了很多以前的想法 你想想我剛剛討論過一些 可能中世紀的極權一些 或者獨裁一些的社會 是很無自由的 但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一個國家或者一個貴族 可以逼你回教會呢 for your own good 可能是你的 moral 的 good 因為你不回教會 服侍上帝 你就墮落 你成為一個道德不好的人 所以為了你道德上面的好 我可以逼你回教會 但是根據剛剛 Mill這個這麼出名的曲 我們一本叫做 Harm Principle 後面是傷害原則 就說不是的 我們從來不能夠說 因為你個人的好處 無論是物理上面 或者道德上面 或者精神上面 心理上面的好處 去限制你的自由 唯一一個可以限制人自由的情況是什麼 就是 prevent harm to others 阻止對其他人的傷害 這個就是一個最出名的 Harm Principle 要理解這個Harm Principle 就很麻煩 我嘗試講一些拋磚引玉 大家一起討論 因為很簡單 其實一面對這個Harm Principle 雖然很合乎我們常識 我們也是Wattray所說的 關你什麼事 Mill的想法很正 變成我們常識 關你什麼事 如果你限制我 如果不影響你的 你沒理由可以限制我 不影響你的話 所以唯有幾次可以限制我 就是我影響你的 就是關我事 關你事 不是關我事 但是問題是什麼 這個好像這麼合理 那麼合乎常識的想法 是要慢慢spell out 一些具體的內容 為什麼 因為這裡似乎預設了兩種行為 一種行為就是關你事的行為 術語叫other regarding action 牽涉他人的行為 是的 一些就是不關人事的行為 self regarding action 好像就是只要牽涉到他人的行為 才有權有其他人限制我 只是self regarding那些 你不要搞我 但是問題是什麼 就是現在這個社會 或者以前也是 有什麼行為是完全不關別人的事 就是可能我出街見到你 你下街 我下街而已 不影響你 但我見到你不舒服 沒辦法 我養衰 就是養衰是一個很影響到別人 很關別人的事 所以那個問題就是 怎麼為之影響別人 或者我見到你的頭也很不舒服 就是你會覺得我剪什麼頭髮 你會有什麼顏色的頭 好像都是self regarding 純粹對你來說 下街撞到楊過 大佬 下街撞到楊過 你呆了一呆 我那天立刻 他心情立刻不好 而且就是養衰 我見到他這麼英俊 我都會不好受 你以為我好受嗎 有很多個種 我帶來這麼多影響 我們做的每一個行為 都一定有影響 沒有人是一座孤獨 那些說法 你穿什麼衣服 你都會影響公司的銷量 你都會影響 Miu在這裏怎樣說呢 所以最重要的是 哭的意思是什麼 其他作家慢慢 他自己都有解釋 什麼叫哭 其中一種說法 就是真的要是 physical 傷害 直接傷害到 或者很大機會傷害到 肉體上的 對 最出名的說法 之前也提過 就是一個 粟米龍的例子 如果你在一群很生氣的 粟米龍的人面前 粟米龍就是種粟米龍 不是一種神秘的 中世紀的邪蜜 Dragon 有一種粟米龍 青龍、白龍、粟米龍 對 四大龍 如果你在那些 抗粟米龍 還有律子龍好像 衝了肥龍 在那個大屋面前 就跟那些粟米龍說 喂 那個Condular的商家 就是騙了你的錢 你會鼓動到 你衝進去 殺人放火 那這個言論 就是他欺負了 那個商家的 那個生命財產 可能 但是他就有一個對比 就是你如果在報紙上 刊登一個社論 你不是在一個 那麼生氣的 大眾面前這樣說 又可以 所以你就會看到 他是說怎樣 那個欺負是要 嚴謹很多 所以這個 不要放在言論自由上 就是很合理的 就是最容易 應該要禁止的法例上 就是殺人 或者打人 那些 不合理地 那些照計來說 應該禁止的 原因是什麼 因為傷害到其他人 這是物理上的傷害 身體上的傷害 放回言論自由上 如果那些直接 很直接地 帶來一些 帶來一些身體上的傷害 甚至會死亡 那這些照計 按照傷害原則 應該是我們可以介入 去阻止發生的事 但是我想提出一個反駁 似乎這一種 對於欺負的定義 似乎有些問題 因為我們可以想像到一些行為 它可能不牽涉任何的欺負 但我們都會覺得要禁止 例如學界有一種說法 就是叫做一個毛痛的強姦 你可以想像一個情況 例如我對一個女性下了藥 甚至在過程中 我也不會為她帶來任何痛苦 她事後都不知道 似乎純粹物理上的傷害 沒有帶來任何傷害 如果根據剛剛那種HRM principle 就不應該禁止 因為我為什麼要禁止你 就是因為你會帶來一些痛苦傷害 還要是物理上的 但剛剛那個情況就完全沒有 假設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但我們聽到這些情況 當然覺得人神共憤 沒有可能不禁止 所以似乎如果用剛剛那種 難怪是你真是養貴 很正義 你就困紙蘋果 他困紙蘋果 困紙蘋果 困紙蘋果 但我就想回應 所以什麼叫喊 雖然要說到門檻高一點 沒理由動一些 我覺得不開心 就可以逼你不要弄個這樣的頭 所以門檻要高一點 要是剛才說的 有些身體傷害了人 但如果那麼高的話 好像那些個案子就OK 其實Mill有些作家會這樣理解Mill 就是提出權利的概念 所以那個點是 什麼叫喊 就是有沒有侵犯了其他人的權利 為什麼剛才的宿米龍那個案子 就是你侵犯了她的財產權 她的人身安全權利 所以就不可以這麼說 你那個也是 因為那個女生 就算她那一刻不知道 但是我們都 那些事物申請了一個權利給她 身體自主權 她有身體自主權 可以不被侵犯的權利 所以不是逐次計的 就是給了一個權利 所以那個案子都可以排除了 用回剛才那些 為什麼我沒有權 為什麼我不可以逼你不剪頭髮 就是剪... 因為這是我的權利 你也沒有侵犯我沒有權利 不看你的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就是我就是另歪了 是不是真的有做陽過的權利 所以你的頭髮 或者我穿什麼衣服 就是那間公司沒有權利 要我一定穿的 所以我不選她那間公司的衣服 選另一間公司 我是沒有侵害原本那間公司的權利 因為一不一沒有欺負到她 因為她沒有權利 一定要我穿 所以重點就是那個權利 不過這裏要說就會很煩 因為現在你這樣說的話 就是原本你想鑑定就是用 Harm Principle 去說明有些什麼是 政府或者整個社會 可以介入一個人生 一個個體的決定裏面 可以做還是不可以做 這個原本是一個 Principle 大家這樣就預設了 所以要有一件事叫權利 先說一個人有什麼權利 你就不能去侵犯 這樣的話 其實你能夠說明 傷害原真的有多餘 因為權利的定義 本身就是一些 你沒權介入我的東西 叫做權利 你有責任 不要傷害我的權利 如果我有這個權利的話 所以你在說完 有權利來定義的話 後來十步就變得多餘 你說清楚一個人有什麼權利 就完結了 而那個問題就是 變成權利在哪裡 是怎樣界定 怎樣確立 所以那個傷害原則 他一應用的時候 其實其中一個 除了不要打人殺人那些 就是私有產權 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因為在那個時代特別是 說Liberty 我們說自由很多字可以說 就是Freedom 是更普遍的 Liberty通常我們限制 是跟政治有關的 就是牽涉人 在一個政府之下 可以做什麼 不可以做什麼 Miu提出這個原則 其實他自己多數用Liberty Principle 但我們一般就叫Harm Principle 或者跟著有些人說 不是教你去Harm人 反而是不Harm 你看那個P10號是 就是你除了 就是他限制政府的權力範圍 就是在干預人的生活那裡 就是他提出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只有當一個人 他會所謂傷害他人 那這個傷害 當然最初想想最經常的 就是身體上那些 但其實他是想引伸到 因為牽涉多些東西 就算說政治的自由 在早一些的時期 其實可能大家追求的 都是投票那些 但是去到Miu的年代 其實多些經濟上的自由 生活上那些 即是在有一個政府之下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甚至如果最初那種 是爭取所謂的政治自由 是不讓一個人的意志凌駕 控制所有人 而要過他 要我過的那種生活 去到Miu的年代 其實有所謂民主這個概念 甚至有這種制度落實 其中Harm Principle 跟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其實是去防止一個情況發生 他說 就是因為在民主制度裏面 我們用的是 少數服從多數投票來決定 問題有可能就是 你投票會輸 那算吧 因為以前是一個人的意志 決定所有人的命運 現在我們用的是 多數人的意志 決定所有人的命運 包括那些少數 跟他們看法不同的人 利益不同的人 問題是 那你說 沒辦法 就是比以前好 第一 但是有機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會不會那些所謂minority 弱勢社群 是長期系統地 每次投票各樣東西 他都會輸 這樣 那時候 於是他需要一些原則來制衡 反而是 因為他說 民主有機會 造成一種叫做 眾人的暴政 Tarrent of Majority 所以這個原則是用來嘗試去令到 譬如如果有些人是我的權利 你不可以用投票來剝奪我 你這麼醜,弄死你 我不是說就這樣弄死你 我們投票決定 贊成不正式去舉手 他一定有自己舉 其他人說贊成弄死他的舉手 寧遲他來娛樂大家 大家都舉他就要死了 所以這個就不只是說 直接這麼簡單說那種身體的傷害 他要引伸開去 他有這樣的動機 所以從來我覺得Mill的想法 都很重視限制公權力的運用 限制公權力 無論說自由的價值也好 自由的界線也好 當然跟其他人都有關 他都很重視社會輿論 不過對公權力的限制 都是他很認識 亦都在回應他以前那些年代的社會 那些問題 我想我們這次就講了傷害原則 到底怎樣理解什麼是傷害 甚至傷害原則帶出來的意義 到底有什麼目標有什麼價值 我們下節繼續回來講講 到底自由的界限在哪裡 歡迎回到最後一節 《自學有計談》 上一節Roger其實就講了 傷害原則怎樣限制政府 那個意義在哪裡 但我們這次其實就想講一下 限制特別是我們自己的行為 到底有什麼的界線 我想我們待會就會特別講一下其中一種 我們今時今日很關心的 就是我們經常講的言論自由 或者表達自由 兩樣有些不同的 但起碼我們姑且當作我們討論這兩樣東西 其實到底有什麼重要呢 這兩個自由 至少我們簡單地講一下 從view的角度看 表達自由 即是廣義一點 包括你可能講話 或者用其他方式去表達你自己的想法 不過尤其是講話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價值 我們可以看的是 為什麼我們要保障人有權利 可以去暢所欲言 表達自己的想法 就是因為其中一個很基本的事實 即是Miu是一個經驗主義者 他觀察到什麼 人是會錯的 很簡單來說 人是會犯錯的 他對這個世界的理解 對什麼叫好的人生的理解 對自己有什麼喜好等等 都會犯錯 人是很有限的 但是他未必知道自己錯 所以很多時候你透過 將自己對這個世界 或者對自己人生的看法講出來 然後跟別人溝通交流討論 這個所謂討論就是 就是在一個社會裏面有不同的人 可以將他們對某些的看法拿出來 這樣辯論之後 假設人是可以發現到自己的錯誤 至少或者其他人的錯誤 那你就會有機會得到一個好一點的社會 過到一種好一點的人生 所以在這裡應該盡量 即使他講的是錯 或者不對聽 因為如果有人說的話跟你不一樣 你一定會覺得不對聽 你第一個反應就是 真是弱智 這樣也說得出來 但是當你有機會去表達出來 如果他真是弱智 你就指出他怎樣弱智 希望挽救一下他 雖然有些人不能救 但是反過來 可能你覺得人是弱智 是因為你弱智 因為你總是覺得自己對 一個好弱智的說法 對一個弱智的人說 就肯定是弱智 所以這裡就令大家有機會 去搞清楚這件事 然後去得到一些好處 對人來說 基於人是會錯的 但是是否真的說什麼 都一定沒有問題 當然也會有些限制 可以有些什麼限制 有些什麼不能說 我猜就是回到Harm principle 剛才的說法就是 你在報紙上出過社論 說那個商人騙你們錢 就OK 但是你在一群很生氣的松米龍面前 說他騙你錢就不OK 那些戲院都是這樣 如果現代一點 你說著火 火粥這樣 但是假的都有些問題 所以都是Harm principle 如果要問不要 但是Exactly就是言論自由 這些個案 就是很多Harm principle 或者反例 因為根據Harm principle 的話 你的言論 只要是唯有侵犯到別人的權利 的時候才會被禁止 但是其實不是這麼多情況是這樣 除了剛剛那些 那些粟米龍或者戲院火粥那些個案 最出名的尤其在美國 就是hate speech的討論 就是那些仇恨言論 其實這個討論是很多著名的例子 我試試講一個例子 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大約70年代 有很多新納稅主義者在美國 為什麼呢 因為很奇怪 不是在歐洲 因為歐洲就是經歷過這些事情 所以它的規定是嚴格過美國很多 甚至有些學者覺得美國的那個制度 是最接近Mill那種這麼寬鬆的Harm principle 所以它沒有一個特殊去規限 hate speech的一些法例 所以在大約70年代 就有一個著名的事件 就是那些新納稅主義者 美國就想在一個叫做Skooky的地方 舉行一個納稅的遊行 為什麼他們要選Skooky這個地方呢 就是因為知道二戰的時候 有很多猶太人流亡去美國 而Skooky這個地方 就是住了很多流亡者 或者甚至入過集中營的幸存者 你想想整件事是多麼恐怖 是挑釁他們 你代入猶太人的心境 他去到美國 打算擁有一個新的社會 去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流亡 但結果有一幫尿拉什 一幫新納稅主義者 要在他們家門口 去舉納稅的旗幟 高叫納稅的口號 舉納稅的手勢 現在還是受到政府的保障 是的 問題就是 搞了一場很重要的法律訴訟 究竟美國 在它的法律裏面 最後的turn out是稍微給的 雖然它沒有真的遊行 最後不知道為什麼去了芝加哥 但是最後它沒有搞成 但是最後的判案大約是容許的 因為根據美國憲法的第一修正案 是因為法律不能夠訂立任何限制人自由的法例 所以你會看到是很寬鬆的 所以這些例子 正正有很多當然是不滿Mill的地方 因為根據Hand Principle 而且確實的 它是和平遊行 你要記住 又沒有侵害到別人的權利 它不是衝進去那些猶太人去打他 你是沒有侵害到他的權利的 甚至你說 我怕會造成一些動亂 會有些衝突的場面 那你就又回到 某種家長主義式的理由 因為怕你被人打 你們這些新納稅勾起了很多人 會抗拒抗 這些理由都不行 或者怕警察去做防備 萬一他有侵權的行為 那時候才停止 但你不應該在他還沒侵權的時候 只是和平遊行就停止他 因為反而會侵害了那些遊行的人的權利 就是他有權去遊行的 理論上 所以對那些新納稅主義者來說 這就是美國憲法保障了我的言論自由 我覺得根據Mill的法律法 所以我會容許這件事發生 所以仍有令那些學者 詮釋得嚴謹點 就禁止這些事 我覺得我自己 Hound Principle的確 你要嚴格說要侵犯別人的權利 才禁止的話 是真的要讓那些新納稅主義者 在那個那麼敏感的地方遊行 但是這樣是不是大家願意接受的一個結果呢 而且澄清到一點 因為可以說 不要緊 我們就限制 我把Hound Principle收窄就可以了 如果因為你在那裡遊行 譬如展示標語 雖然你不是進去打他 但是你會勾起那些 那些幸存者的傷痛 心理上受到很大的打擊 我們包含這些都是傷害 當然在某程度上 即使原本的版本 都不一定要拿刀刺你才叫傷害 譬如你造成嚴重的精神之餘都可以 可以用這個Pincer圖 譬如我經常打電話跟蹤你 這些似乎會造成近乎肉體傷害的那種精神的壓力 Hound Principle都可以避免 但是如果你去到只是 譬如有一些說法你很不適合聽 聽了很不舒服 他會分的 即是這種叫做offensive的一些行為 感到冒犯 對,感到冒犯 譬如一些教徒 不吃某些肉類 你在他面前吃 你不是逼他吃 你逼他吃當然不行 他在你面前吃 還要很享受 如果你說我很不安 我相信這個宗教 覺得這種動物很神聖 你在我面前吃 我覺得很痛苦 甚至你打我兩包 我都沒有那麼痛苦 在這個意思之下 根據Hound Principle 你不可以制止他 因為這只是offensive的行為 即是有侵犯 冒犯性 就不一樣有侵犯 那個叫intrusive 你真的打他 乾了他生活 所以內容很多時候 都是最多offensive 但譬如反過來 你在圖書館 你說大聲說話 即使你說好聽的話 或者你大聲唱歌 我說你唱得難聽 固然有多重的傷害 唱得好聽 也有問題 因為你影響其他人 在圖書館裏面 讀書 跟內容無關 內容很多時候 是牽涉你聽了之後 有甚麼感覺 我猜在這個案子 現在就是這樣 如果你將它擴張到 Crime Principle 制止這幫人遊行 就會 somehow違反了 Mill原本的想法 你一定要容許 似乎 所以他不是那麼容易 用回來便會回應到 另外一件事 有時很多時候 這些hate speech 可能包含了某些 我們叫做不實的指控 不實的澄清 的說法 例如說 納粹的主義會 會說 猶太人是低等一些 歐洲帶來疾病 都可以他們來 很多這樣的思想在後面 但他會容許你說 按照Hermesiple 應該容許你說 他說的就是 你不就debate 反駁他 反駁他 用言論反駁他 甚至令你原本對的看法 越變越明 更加知道自己正在哪裏 更加知道自己正在哪裏 更加知道自己站在哪裏 所以更加應該容許 一些更錯的事都說出來 所以我想回應 少許Roger的問題 Roger的說法就是 你覺得被人冒犯 不是一個限制別人自由的理由 因為冒犯是很subjective 很多人可能玻璃深一點 我覺得你的頭也冒犯了我 你這句 你剛剛說我什麼肥龍也冒犯了我 我這句我自己也覺得冒犯了 我也想禁止 我才說 所以有那些出名的說法 就算我不同意你的說法 我覺得被冒犯 我也誓死捍衛你的權利 甚至你想想 那些猶太人覺得冒犯 所以可以禁止的話 反過來也是 你那些說說民族是平等的 人生而平等 對於那些納粹那些真正的狂疫分子 他都覺得很冒犯 我和他同等 你不是吧 我是白人來的 把我和那些狗放在一起 不止於白人這麼簡單 對他來說也很冒犯 如果那個地方的遊泰 可以因為冒犯 而禁止他們遊行 反過來 他們都可以說他感到冒犯 而禁止我們說一些 我們現在比較認同的一些價值觀 所以冒犯就很難成為一個理由 似乎就要容許 如果那個門檻是這樣 例如剛才嚴肅說的那些個案 都可以被容許 例如現在這個年代 經常討論的那些假新聞 那些錯誤的資訊 都要被容許 因為他都沒有真正去到尋找那個程度的傷害 除非你是法庭 你做搞工就是另一件事 但你不說一段新聞 在網上貼到Facebook 所以似乎有一個後果 就是我們一般都會覺得 似乎這些新納稅遊行 這些情況我們不應該容許 但似乎傷害原則又沒有辦法解釋 為何不容許 甚至如果我們要符合山傷害原則 我們更加應該讓他做 所以很奇怪 所以變相 可能我們要魔改變這條原則 可能要找另一條 可能改變這條 令他包容和處理這些情況 要魔就直接找另一條 或者硬食就是可以被容許 就真的可以 但我最後再說一些冒犯的項目 有些作家就是因為不滿妙 嘗試找其他原則 另一個作家是Fineberg 他會真的說冒犯 但他當然不會這麼簡單 因為大家都知道冒犯是很subjective 但我覺得他因為時間不夠 沒辦法說整個理論 但我覺得他有些進入 第一就是我們社會裏面 禁止人自由不是純粹 每次都是用Harm Principle 他用的例子就是 我們是不讓人在街上裸體 我們是不讓人在公眾場合發生性行為 其實那些行為你想清楚 根據Harm Principle 都應該沒有什麼侵害到人的權利 只不過很多人覺得很冒犯 你想想我裸體在街上 很多人覺得你很有說服力 如果你是有哭 不知無法選擇 是意圖謀殺 這樣就不同了 所以第一個點是 不是完全是Harm Principle 第二就是 offensive都可以分很多種 究竟offensive有多濃度 影響多少人 有多容易避免 那些要做這些行為的人 有多少alternative 他可以給你遊行 你不在Skooky 就行了 你在別的地方 所以Fanberg會覺得 最後要想很多東西 都不是完全是權利和喊 是要想冒犯 是要take into our consideration 但我們要想很多不同 關於冒犯的具體情況 而我覺得我自己暫時都 覺得這些問題很難一個言 要很具體看實際的情況 那些人有多被冒犯 那些冒犯者有多刻意想冒犯 這些不同的因素去做一個 整傳一點的判決 我覺得這樣是一個 比較合理的態度 我自己是 我想我們今時今日 資訊這麼發達 這麼複雜 特別是會令到我們想起一些 關於言論自由的問題 希望我們今集可以給大家一些啟發 大家去重新反省 有些什麼是說得不說得 好看 字幕志愿者 雅